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老西聊吧 夜话 我是涛涛 我是Max 那么今天呢 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但是呢 这个话题其实不是说 就是我们要进行一种批评 批评或者是表扬 我们只是想客观的陈述一下这个事实 和自己的感受 讲一讲 问一下涛涛你多久没回国了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就好多年了吧 对 我也是很多年没回国了 在美国待那么久以后 这边也有华人区 有华人餐馆超市 就感觉好像也习惯了这边的生活 但是呢 也没有就是完全 融入 就是对一个融入 还就是没有完全断了 就是国内这种文化呀 新闻的了解 也继续在就是关注国内那些事情 我个人觉得好 虽然说人在美国 但是你的娱乐方面 还是就是更倾向于国内的情况 对 包括看视频啊 短视频 包括新闻啊 我们都还是会关注国内很多这种方方面面的事情 美国我们其实也看 包括美国的电影 音乐 我们也会看也会听 但是呢 但是美国的娱乐圈的事情 你总不会关注吧 没有 对吧 我们更多的还是 关注国内的这些娱乐呀 还有生活呀 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关于我们最近在看一些短视频啊 你看这个微信短视频啊 内容很丰富啊 各种事情啊 生活方方面面 娱乐也有 还有就是这个抖音 抖摩台 对 我说实话 我来这么多年 我也知道抖音就是出来很多年了啊 有时候走到美国大街上 走那过啊 他有抖音的新闻和广告 但是我是真的没有下载过 也没有去关注过 直到淘涛啊 最近好像也开始关注和看这个抖音的东西 没有 因为其实以前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玩 你不记得了 我那个时候也拍一些 但是就大家就觉得好玩吗 跟风吗 拍一些东西 但你会发现 没有什么人看 你知道吗 就觉得说那也挺没劲的 没意思 就没做下去 对 就没有做 那时候是在录抖音的时候 我都 其实我都迷迷糊糊的 我都不知道 就是好像 记得有录什么东西 然后发到什么平台 但是不知道是抖音 说句实话 那个时候 是抖音 因为感觉没人看 我就没录了 然后最后就把账号密码都忘了 但前段时间 我弟弟 就是家里一个亲戚 就是老喜欢玩这个 然后我就又去申请了一个号 本来他找回 原来找不回来了 然后上去之后 就开始 又开始一发不可 说是人家拍什么 你就想跟风拍点什么 然后这两天 就是一直在翻着玩 然后就感觉 还有一个现象 还蛮有意思的 对 因为我也是跟着 涛涛一起看 他也会让我一起看 就什么呢 我感觉好像中国 现在很流行 就是全民跳舞 是不是 对 然后更好玩的是 他们会一群人坐在一个房间里 要么站着 要么坐着 对吧 直播 对 做直播 然后就是 淘导给我说呢 就是他们上面有很多选择 你可以选择跳什么 这种舞蹈 那种舞蹈 对 你要选择他这个人 跳这个舞蹈 你就得给钱 对吧 对 他是有好多个 就是礼物 就不同的礼物 代表不同的这个对应的舞 然后你如果他一个人 只是跳那一种舞 可能就是一个动作 或者两个动作 你就是如果你一直发这个礼物的话 然后这个人就会一直跳 一直跳 你不停他不停 这个礼物是有钱 对吧 对 一个就是我看最便宜的 应该一个也要几毛钱人民币 跳也就是跳可能 两三下这样 就两三下 对 就几毛钱了 对 但是有的人他有钱 但是我感觉人不是很nice 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个主播 里面有三个舞者 然后只有那个最瘦的 不停的跳 跳了一个多小时 他们也挺厉害 因为我们当时是美国的白天看的 都国内是凌晨了 就好像我们都过了很长时间了 我们都到晚上了 他们就凌晨了 打开看以后 还在那跳 同样的人 对 就觉得 哎呦我这帮人真的是不用睡觉 就为了赚钱 好像也是日夜颠倒的 挺不容易 男的女的 好看的不好看的 都一堆一堆的 还有年纪大的 对 小到好像就是十岁出头吧 大到好像六七十岁了 都在那跳 对 我只能看一个阿姨 上面是写满了东西 然后在那拿了一个玩具车 在那挖呀挖呀挖 我觉得真的是全面健身感觉 对 说句实话哈 我不是要这个贬低什么 就可能我很久没回去了吧 我再看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光怪陆离 对吧 就为什么这群人会在这个房间里面 谁组织的 不知道 反正就就一群人 可能互相认识不认识也不知道 就坐在那 大家互相也不交流 对吧 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现在国内赚钱很难 然后主播呢 这个行业可能来钱的快 快一点哈 对 然后就这么比两下 然后钱就到了 对 时间也不长 这样的话 就我的意思是 就是赚一个钱的时间不长 但是你只要长时间在那比动作 就这个钱都不断 我感觉挺累的 说实话 我看的人都觉得累 嗯 还有有没有可能 他们是其实在缅甸 被拐到缅甸去 然后强迫性的 那为什么还能在国内的这个平台直播呢 你这不是非法的吗 哦 那我不知道 那你不说自己在缅北的话 谁知道你在缅北呢 这个东西就没法确定了 所以有可能 但是啊 这些人就弄过去就做直播吗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电影啊 他就会说被骗过去的人 然后一人一个房间 或者是好几个人一个房间 然后就在那里做直播 你记得了 但不是像抖音这样的平台 可能是比较什么网页啊 之类的那种 黄网啊 什么的 哦 做那种就是 色情 比较 对比较出格的东西 或者就是赌博呀 什么的 就像这种跳舞都还算比较好的了 反正我觉得还是有点擦边吧 但是 嗯 有些动作对吧 对对 在总体来说还行 啊 对 而且我看他们打的光也是那种 就是很迷离啊 迷离吗 对 有些就是那种红绿 那种就是邓红酒绿的感觉吧 然后放点烟雾 对 我看好几种 还有那种绿幕的 一个过道的 一个房间的 一个KTV的 或者是 嗯 或者是一个舞台 类似一个舞台 你是说那个背景是他们偷偷做的 就有就各种各样的 也有真实的背景 就是KTV和酒吧 对 哦 那我感觉 一个过道就很好笑 他们有些可能还真的是有可能团队在那做 肯定啊 对吧 不是说个人好像摆个手机就那录了 对吧 因为那个烟雾啊 还有灯光啊 可能真的需要 有这个专业的人来给你做 你才达得到那个效果 对吧 反正我觉得挺好玩的 还有一群那种一个人的 就在那里 满瓶的各种礼物对应的东西 你让他刮 他就刮 你让他翻白眼 他就翻白眼 你懂吗 哎呀 有男的也有 就觉得很神奇 我就现在很不理解 他们到底这种是什么需求 你知道啊 很奇怪 反正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太老土了 现在不了解国内的这种方式 就是有市场嘛 大家的这个娱乐的这个范围更广 就是已经 因为你想嘛 你如果是专门是一种色情的话 你在这种平台也不能播 所以他们就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然后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赚钱的办法 对 你怎么摆个表情也能赚钱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啊 然后还有我看到这个微信的这个短视频哈 就讲我的老家吧 就是在成都这个春西路 还有太古里 哎呦 我经常几十个大男人 就拿着这个手机 去拍那些过路的那些小女生 你知道吧 可能就是那些女生穿的比较就是暴露一点啊 或者是花之招展一点啊 哎呦 他们就一群人围着去拍 但是我跟你说啊 他们这些好多都是有剧本的 这有什么剧本 就是女生也是为了火 然后他们拍视频也是为了博眼球 就是他们可能是请的人来 对 对 故意就穿的很少或怎么样 然后大家 你懂吗 就是营造这种网红的这种 对 你拍他 如果他被骂 他就等于是变向火了嘛 他可以出来声明说啊 什么穿衣自由啦 之类的 不拉不拉不拉 反正就是 一种商业的东西 炒作吗 对 你看之前那个男的 穿那个什么楼空的 你记得吗 高跟鞋 超短裤 现在国内这种炒作方式哈 真的是五花八门 就是一群妖魔鬼怪的人 妖魔鬼怪 哎呀我光怪陆离 就是那种感觉 对吧 你这个 你说 你找个没人的地方 你去炒作一下 但是他就在大街上 那么多行人的情况下 在商家 店铺都有的情况下 他们就在那挡着行人 然后挡着这个店铺 去那拍 我都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他们也不管 对不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没有去想过 但是不得不说 抖音的这个创始人 他确实很厉害 其实直接跳动 你想在美国都 不仅上市了 还有海外版本的T-TALK 赚了太多太多钱了 对 我还有看到就是 短视频了解到了 就现在这个国内的追星 哎呦 我那也是相当的疯狂 我发现 就他们 像前段时间 这个就是 Tiff Voice 不是举行演唱会吗 哎呦 这些小孩 疯了一样去看他演唱会 说 这个门票好像已经炒到 据说已经上百万了 一张门票 你这个已经澄清了 是假的 假的吗 假的 但是好像几万的是有的 然后这些孩子吧 他自己也没有挣钱 拿着都是父母的钱 然后就去看他们演唱会 对吧 说有些什么父母还在 治病期间 然后他们拿着他的医药费去看病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反正有这样的传闻 我估计有是真的 其实我觉得从我们那个年代过来 粉丝就很夸张好吗 你记得以前看那个粉红女郎里边 嗯 他不就是有个女的 他附加女他去追星 把人家明星给绑回来了 哦是吗 绑架了什么的 在那个年代的电视是有点就是 夸大化了 好像 没有 这个就是 就是很多私生犯 就是他就是会这么做 嗯 反正还是不太理解吧 就是 呃 现在这些 不管是年中国的年轻人 还有是这个 中国的这种娱乐 是有那么点让人看不懂 反正 看不懂就对了 因为这是资本的炒作 是吧 嗯 普通人哪看得懂 就是国内的普通人 他也有可能就觉得不太理解 是吧 肯定有啊 嗯 那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一整个国家全是追星的人吧 嗯 一个追星还是这种 就是大半夜的 一群人坐在那跳舞的 这是点 对吧 这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苦中作乐 我觉得 嗯 行吧 我们大概就是 把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东西哈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挺能理解的 因为什么 确实你看这些东西 它消耗了你的时间 但是它确实也给你带来了 不一样的情绪吧 不一样的情绪价值 嗯 就是你能够get到很短暂的快乐 它也是一种快乐 快乐是吧 对 就是我看到什么美女啊 帅哥啊 还有这个老太太 对 老大爷我倒是没看到哈 有有 有 对 你别说有的人他其貌不扬 他做出来的东西还能让你觉得叹为观止 叹为观止 真的是 对 我就觉得怎么美国怎么没有这些赚钱的方子 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 还是高手在民间的感觉 嗯 我觉得美国也应该这么 有啊 有啊 看TikTok也是一样的 但是美国的TikTok他有一点就是太偏幼龄了你知道吗 年龄轻轻的那种对然后好多这种小女孩十三十二岁就在那玩一些擦边的视频也是啊对然后就被这种成年人给利用了嘛对就是因为美国他这个社会也是比较固定了现在他不像中国因为美国他的互联网就是怎么说这平台嘛嗯起步的也很早你像YouTube啊的各种什么那些视频平台对吧这些年龄大一点他们就固定了那些年龄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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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定在这种以前的那种旧式的平台然后年轻人呢就蜂拥到这个TikTok嗯国内呢因为他相对来说晚一点点 然后呢像这个TikTok也出来对吧就全民就普及哦就不管年龄大年龄小的都在那玩其实他就是一个走势他最开始的什么土豆网啊什么西瓜网啊什么对反正各种各种各样的网然后网站短视频就慢慢慢慢变得就是手机就是很容易就能get很容易就能拍普及了对这其实我你是你是不聊你是不理解这个就国内现在的现象我其实之前我这不理解 美国人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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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内生活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时代问题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学电脑 我们的长辈 没办法就是很快 get到电脑或者他怎么学都学不会 就科技产品啊什么的 我就是一个道理 学不会吗 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说出来 也挺奇怪的 为什么会学不会这个东西 但是我看到现在这边 很多这个就是 YouTube的这些人啊 他们也是玩的很溜啊 把这个视频 但他不是大多数 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说 你用心去学 他们玩手机啊 现在玩惯了 不是就啥都会了 还是就是感觉还 不愿意去花时间去学 你首先用心学 要等于有一个人用心的教 大部分的年轻人 是没有耐心给老年人讲的 现在好多老年人 都是去外面上一个什么网络课 教他们怎么使用苹果手机 怎么拍视频 怎么网上交友什么的 他有专门的课程 行吧 哇 这时间过得好快啊 就本来像做一个短一点视频 就没想到又十几分钟了 对 我们到时候会抛一些 对 淘淘找一些视频啊 视频或者是截图 给大家看一下 中间我们 把这个视频po一po 给大家开开眼界啊 然后明年我们刚好也打算回汤国了吧 去感受一下 看一下这个国内的五花 就是怎么说 八门 五花八门的世界吧 就 对 看一下到时候有没有人拍你啊 嗯 够呛 行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